我在山尾的代购 年前可能要失业了 咱们买丘陵的吧 有效丘陵礼盒的 你可以找我啊 这是三家礼盒 这是五个礼盒的量 每个礼盒里边两袋红肠 两袋儿童肠 两个小组 一大箱子 我给这一箱子做个保驾 一千多块钱被丢了 完了 这年前不要给我整失业了吗 你说昨天我都没敢发视频 我如果带过山尾的时候 这一天我就每天发一个视频 因为我的单子大多都来源于视频和回头客 就是我不直播 他们都直播卖 我直播吧 我也直播不过来 没那么多时间 就现在就我俩自己忙活 太多单子也整不过来 就是正好视频进这些单子 我一天我也就强马火能忙活过来吧 哎 现在我要卸菜了 真要失业了 就山尾家现在不怎么出原厂塑封的了 因为现在年前嘛 他家儿童肠 什么肝肠全都停产了 主要就生产红肠 根本忙不过来 你就人家一天的营业额 几百万一天的营业额 所以忙不过来之后 这个塑封的也要不出了 就出这种散红肠了 然后散红肠我在网上怎么给你们卖呀 你们都会不相信说 啊 这是不是假货呀 就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就没法卖了 我现在手里就还有 能百八十大塑封的吧 所以你们要想买就赶紧下单 就卖完了我就不卖了 还有些人说等过年呢 等过年我上那儿给你找着烘肠去 那些排烫的也都失业了 就是给我们排烫的买红肠的 那些老头老太太 不天天涨价吗 从十块二十三十涨到五十 然后七十过一天涨一百 这还涨啥一百了 您不说说风的了 我们也不需要买了 我手里目前剩这些红肠了 这些红肠发完了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买住了 它也许某一天还能出点 但是我不在附近住 我不一定能买到 那都得让附近的代购 这个风抢啊 所以剩这些红肠 你们要有的就赶紧找我啊 给你们发出去之后 我就歇菜了 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度很低 你就是我跟他们说 就是让我威力的蛋 我跟他们说 没有原厂塑风的 我说保证 就是用白塑风 那里塑塑风的 大多人他都不买 他都他就说 啊那就等等吧 我要送人 其实那很多都是自己吃的 他都说送人 他就是用那个话回我一下 怕我下不来台 他就是不相信我 因为没有这个表 但是我真的卖的是正品 你看看没有塑风的 队伍排到哪 给你们看看队伍排到哪 只排到这 你记不记得每天的时候都排到哪 有时候都比这四五倍都长 都五六百人 今天现在哪有一百多人呢 都没有塑风 大多马都是自己吃的 所以就是有塑风的时候 都往外悠的 或送米茶的 这个队伍是从我从根河回来看到 队伍最短的一天了 就这个队伍一个小时就能进去 每天都得三四个小时啊 有时候都快五个小时了 那天跟个老头捞吃 他凌晨四点 凌晨三点来的 然后前面有四十个人 然后上尾是六点半开门 你说这些人吧 我还在这等着今天再出一批呢 倒好没有啥信了 应该出不了这塑风的了 你看他家的销售模式 不设网购 不设代购 不设分店 全国仅此一家店 就上尾的这种销售模式 人家写的不设代购 不设网购 但是他的不设代购 不设网购 是这厂家的直营代购和网购啊 他不管我们 我们这种就私人的代购和网购 这种模式 你说成全了 其实很多职业的 就附近的代购啊 快递啊 就连那闲着的老头老太太 都给成全起来了 没事就来排烫的呗 就是这附近有可多代购了 现在你说那半地下门市 现在都长得可贵了 都被这些代购租去 当库房查理了 你就像那些干年头多 那代购打着福建 真的成全了他们 现在快孤解了 哪家一天不得挣个三五千呢 人家那个快递都乘车 乘那个快递车的往外了 他们面对这种状况 说没有没有塑缝的时候 尚未每年过年 好像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人家都有应对措施了 人家都是那个 就卖这种散的 人家自己塑缝的 因为人家的客户年头多了 信任度高了 所以呢 但我现在不敢卖这种厂 怕你们不相信 我就没法卖现在 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